OK 继续回来 现在让我们赶快共同来认识一下韩语 韩大人又是怎么一回事 首先还是要了解一下韩语的字 对吧 字退之 它的这个名字名语有更加的一个意思 而它的字却是退之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用一堆反语词的感觉来稍微的加深一下印象 OK 继续往后 韩语是哪人呢 今天的河南人 当然这些都只是一些基本的信息 最关键的我们还是共同来看一看 韩语在想要做官的路上又走了多远 他跟孟娇这个在做官方面的经历到底是相似还是不太一样呢 我们共同来看一看 首先韩语这个家世并不能说是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你看到了他三岁的时候就已经父母双亡成了孤儿了 所以他后来一直是由自己的哥哥嫂子而抚养长大的 不过真是因为他拥有了这样一种非常悲惨的童年经历 所以才导致了他从小可能心智就比一般的孩子要成熟许多 从小他的志向就比别人要立下的早很多 坚定很多 他一直都希望自己能够扬明立万 那么作为一个只会读书的孩子如何能够扬明立万 最关键的还是要多读书 读好书 让自己成为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 所以从小韩语就是一个特别刻苦勤奋求学的好孩子 那么果然后来啊 当他学有所成之后 还是按照这个惯有的套路跟其他的文人一样去寻求科举考试 然后做官的这样一种途径 那他考试其实怎么说呢 也不是一下子就中啊 也是考了不少次 不过好在最后吧 不管啊 是到底是因为科举考试 还是因为别人推荐 其实说白了 韩语最后是因为别人推荐啊 科举这条路没走通 后来换了另外一条路 不管怎么样 他好歹是走通了 而且当上了这个官 并且跟孟教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韩语并不是一生都是做下辽的 他厉害的时候 其实这个官职还是比较高的啊 那还是不错的 不过呀 可能这两个人是难兄难弟吧 做官是做官了 但是韩语这个性格呀 却导致了他的官 做官之路 同样走的不是那么的顺遂 虽然他的官职很高 但是架不住 他这一辈子老是被点了 对吧 皇帝老是看不惯他 老是降他的官呀 这个肯定也给他的心理上造成了很大的一种打击 那么他被点不是一次两次 因为课堂时间有限 所以世子老师今天最主要的跟大家分享的是 最严重的那一次 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看 那如果要提到韩语被点这件事呢 首先我们要提到了一个非常有影响力 在世界范围内都非常有影响力的宗教 就是佛教 那佛教最早起源于哪个国家都知道吧 不是中国 是印度 而佛教传入到中国 从印度传入到中国 则是从汉代时期才陆陆续续开始了 汉代最初被介绍进来 那后来随着佛教文化越传越多 中国和其他地区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 所以人们对于佛教的认识越来越多 信奉他的人也越来越多 那最初可能信奉佛教的人不是咱们平民老百姓 而是上层的统治者们 历朝历代都有很多的皇帝比较的信奉佛教 那么在唐代的时候也同样如此 韩语当时被贬的时候 在位的皇帝是谁呢 宪宗 唐宪宗 那唐宪宗为什么会因为佛教的问题 来贬了这个韩语的官职呢 原因还在于这儿 我们看到了这个是有关于佛教的一张图片 后面的这个比较朦胧的人眼大家都知道 对吧 这就是佛像 那么佛教里面佛就是最高的神了 对吧 而佛也是会灭 就是叫什么 元祭也会灭亡的一种感觉 那么当佛离开了人世之后 他的身体仍然还在 对吧 就好像一个人去世了之后 他的身体也暂时也还会存在的 那么当人们把佛的这个遗体啊 火化之后 哎 佛的这个躯体 他的这个骨头就会有所存留 那么因为人们非常非常的尊敬佛 信仰佛 崇拜佛 所以就会把他这个去世之后 留存下来的骨头 保存下来 作为佛的一个象征 而且也是对他进行各种各样的礼遇 各种各样的供奉 非常的看重这个佛骨 佛骨有另外的一个名字 叫做舍利 刚才我提到过了啊 因为人们非常的信奉佛教 所以对于舍利 也就是佛骨 也是非常看重的 那么在献宗时期 当时中国有一间寺庙 就拥有一块佛骨 这佛骨非常的宝贵 不是轻易就能够展示给别人看的 所以可能一年才能够公开展示一次 让老百姓们来供奉 来参拜 献宗非常的信奉佛教 所以他也很希望能够去参拜一下这个佛骨 但是作为皇帝来说 他往往还是会有更高一点点的权力和特权的 所以献宗当时心里面是这样想的啊 就是我希望能够把这个佛骨呢 暂时的从寺庙里面迎回来 哎迎回来 迎到宫中 对吧 你让我在宫里面供养这个佛骨三日 对吧 让我将你供养啊 然后表达一下我对你的虔诚的一种信奉 皇帝有这种想法的话 必然是要跟大臣们去分享一下的 因为大臣们也是可以给皇帝一些意见或者建议的 你们同意不同意也要表一个态 对吧 那皇帝说完了之后呢 反应最大的人就是我们这位韩裕 韩大人了 当时啊 他本来就对于佛教并不信奉 另外一个他觉得在他的眼中啊 这个皇帝这样的一种行为是非常不合理 非常的不合适的 所以他就写了这样的一篇文章上书给了皇帝 叫做论佛骨表 那论佛骨表里面写的到底是什么呢 总之皇帝看完之后气得是吹胡子瞪眼 就要杀了韩裕 到底怎么说的呀 韩裕是这样跟皇帝去分析这个情况的 他说皇帝你看啊 我觉得你要供奉这个佛骨这件事非常的不正确 你想你供奉的是什么 佛骨 佛骨是谁的 是佛的 对吧 那佛我问你 他是咱们中国的吗 那不是 他哪来的 他是西域 他是印度传过来的 那你说这是其他地区 其他国家供奉的神 他被引入到了中国 他懂中国话吗 他听不懂 对吧 他穿的衣服的风格跟中国人一样吗 也完全不一样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佛这种神 对于咱们的中国文化来说 是完全不熟悉不了解的 咱们信仰的那种什么 礼仪廉耻 佛懂吗 佛不懂 对吧 他如果就不懂的话 所以说他根本就不能保佑咱们中国的子民 而且啊 我一直以来都对于皇帝 信奉佛教的这种行为非常的看不惯 你想想啊 自打这个汉代啊 佛教引入中国以来 有多少个皇帝特别的崇拜佛教啊 特别是在汉朝末年啊 还有这个南北朝的时候 很多皇帝都信奉佛啊 都信奉佛教 对于这个佛的尊崇到了无以复加的一个地步 可是你再回头看看那段时间的历史 特别是汉代的时候 当时有多少皇帝在位没几年就下去了 就死了 为什么 可能就是因为他们信佛 所以我看呢信佛不是一件好事 这样的话会让皇帝硬变的短很多啊 好了 那总之吧 你看佛跟咱们中国的文化其实是格格不入的 对吧 那既然佛都跟他咱格格不入了 那你说佛的这个遗体啊 留下来的这个佛骨这个舍利 那就是罪恶的象征 那就是比较肮脏的一个象征 对吧 这个东西 怎么看啊 就不应该被供奉 要我说怎么对他才好 就应该把他给烧了 把他放到水里给淹了 把他给粉碎了 让人找都找不着了 那就好了 皇帝我跟你说 这些都是我掏心窝子跟你说的话 这都是我的肺腑之言啊 有人说信奉这个佛 如果对佛不敬的话 可能会遭到报应 对吧 如果真的会有报应的话 臣希望啊 所有的这个惩罚 全都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吧 但我真的希望 您不要做供养佛骨这件事 真的很不好 好 以上就是我的发言 OK 那小师子们想一想 如果你是县宗的话 看到这样的一些言论会开心吗 肯定开心不了 那是非常非常的生气 火冒三丈 一开桌子就说 来啊 把韩语给我拉出去 杀了 必须给我杀了 都不能降到官职 必须杀了 为什么呀 皇帝非常不开心的有两点 第一个 我要供应 供奉佛骨 你不让我供奉 你还侮辱了佛 对吧 第二个 我最受不了的一点是什么呀 你竟然跟我说信奉 佛教的这个皇帝都会短命 你这不是叫我死吗 对不对 所以我非常的生气 把他给我杀了 那么当时朝廷里面的很多人啊 第一个也不知道到底该支持谁 但是你听皇帝 因为这样的一个上书 竟然要杀死韩语 总还是觉得这个太严重了 这个惩罚太严重了 所以啊 纷纷上书请求宪宗 说请您放过韩语 对吧 您不要杀掉他 他毕竟没有犯那么严重的罪过 好吗 那么在众多大臣的一种 极力的劝说之下 宪宗最后终于放弃了 杀死韩语的这样一个念头 但是死罪活 死罪可免 活罪难饶 那这一次他就被贬了 被贬成了潮州刺史 那么这个时候 韩语就需要从皇帝身边 往远处走 走到哪去啊 一直走到潮州去赏任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故事 我们就发现了啊 韩语这个人的性格和品性 是非常非常耿直的 那在他这一次被贬去到潮州的路上 还写了一首诗 我们共同借着刚才那个事件啊 来看一看这首诗 到底讲的是什么意思 左千至难关 是直孙 是直孙香 讲的就是说 他在被贬去潮州的路上 那么到难关的时候 他的这个家里人 其实都在后面跟着他呢 但是其他人都没有跟上来 妻子啊 儿子啊 都没有跟上来 唯一追上他的 当时追上他的 是他的一个侄子啊 那么这个 侄子到了 我们韩语的眼前 韩语为了书发自己内心当中 那些非常痛苦的感情 就写了一首诗 给他的侄子来看 是这样说的 一封昭奏九重天 七点朝周路八千 一封昭奏 早晨 我向皇上 九重天指的是 就是朝廷的意思 高高在上的地方嘛 对吧 朝廷 我早上写了一封建议书 交给了皇帝 没有想到 到了西 西阳西下 傍晚的时候 就已经被贬到了 千里之外的 潮州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呢 欲为圣明除地事 肯将摔袖西残年 欲 想要的意思 我想要为圣明之君 圣明指的就是皇帝 我想要为皇帝 去除那些 壁 利弊 利是好的 利是坏的 去除那些坏事情的影响 坏事情带来的灾难 所以肯将摔袖西残年 我怎么会 愿意去珍惜我这一把老骨头 我剩下的这点生命呢 其实也就是说 第一句讲的是 我被贬了 第二句其实还是在 表达自己对于皇帝的那种忠心 对吧 你再怎么贬我 我还是要实话实说 我就是希望能够告诉皇帝 奉赢佛骨不是一件好事 您要慎重 哪怕我这个人 马上就要死去了 但我还希望能够用最后的一点力气 来提醒您 您能不能听我的呀 当然您听不到我所说的话 对不对 继续往后 云恒秦岭家何在 许庸难关马不前 这里面出现了秦岭呀 难关呀 讲的都是他被贬的地方 走到这了嘛 对吧 在这个地方呢 你看他问了一个问题 家何在 我再回头忘了 我再往前看看 我根本就不知道 我该去哪了 我已经不知道自己的前途 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了 所以我走到这个难关的时候 前面有茫茫的大雪 天上飘着厚厚的云朵 那么我暂时把马停住 到处看一看 远望一下 或者回望一下 看看我离开的都城 再往前看一看 那个很荒凉的 很遥远的 我即将去上任的潮州 最后 知乳远来应有意 这里面的乳就是你 你指的是谁呢 题目当中的 他的侄儿 我知道呀 小侄子你来到这里 你从远处追上我 肯定心里面是放心不下我的 你有想法的 对吧 好收五谷 杖江边 这个杖 我们往往都会跟另外一个字组合在一起 叫做杖气 南方古代 特别是古代 南方这个河边 因为树木丛生非常的茂密 往往都会有一些有毒的气体 那么这个杖江其实代指的 就是韩裕要被贬折到的那个地方 也就是潮州 那么前面已经说过了 韩裕说我的命已经快要枯竭了 快要没有命了 所以孩子 你远远的过来跟随我的话 我只希望你能帮我这么一件事 等我在潮州这个地方 我估计我是活不了多久了 万一我死在这的话 我希望你能好好收藏着我的尸骨 对吧 让我能够安息 这就是我最大的一个愿望 好了 这就是我们听起来感觉 第一个表达了韩裕对于皇帝的一个忠心 另外一个 也饱含着非常浓郁的一种伤感和失望的情绪 对吧 好了 这也是跟他的命令相关的 好了 那刚才我们说完了 韩裕被贬的最重要的一次历史事件 通过这件事 我们既看到了 他写诗的时候是如何的情真意切 另外一个也感觉到了 他是一个特别耿直的人 可能正是因为他这种直来直往 横冲直撞的性格 才导致了皇帝总是看他不顺眼 对吧 因为跟皇帝相处也是需要一些方式和方法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往后说 把这个比较难过的事先翻一篇 我们还是回归到韩裕的诗歌创作方面 刚才见识到了他本人写诗 写得很厉害 对吧 在唐代诗坛 诗坛确实是非常的有号召力 那么另外一个 作为一位创作的前辈 他也非常的用心的提携后辈 那么到底韩裕提携过哪位后辈呢 我们先稍微清醒一下 回来之后继续看